票房号召力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简单说叫二标 一个叫标准 一个叫标签 黄晓明是一个基本上没什么标准的 而且标签也不明显 好片子 好本子 好的合作法 我们拿这个回头比一下 你再看看黄晓明 我觉得这个坚守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坚守这种标准到底是什么 模糊跳跃不固定 而且有的时候匪夷所思 你看咱举个例子吧 大唐玄奘 就这个片子 就黄晓明为什么拍呢 他是因为本子好 还是合作方好 都不是 黄晓明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 说我从小就讨厌唐僧这个人 没啥本事 懦弱胆小 我讨厌这角色 说讨厌角色你为什么挑这个呢 我现在信佛 我得好好拍这个 说白了拍这片子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应该不能成为艺术水准之一吧 这只是你个人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大众标准 所以你看 还有一个 何以生肖默 咱那指的这片子是个烂片 黄晓明的搭档烂片女王 杨幂演的这个 那么这个他为什么拍呢 是因为何以生肖默啊 买了这个网络小说的IP 把版权买下来了 再不拍啊就过期了 钱就白花了 而这片子是黄晓明投资的 那好 他得弄这个 为了啥挣钱 说白了就为了挣钱 挣钱是一种艺术标准吗 不是 和电影的艺术标准 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的 所以这等于是急就张 在拍之前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个烂片 但也得拍 为啥能挣钱 保证不赔钱 能说这是标准吗 也不是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你再有像他参演的中国合伙人 这可是黄晓明演电影以来 大家基本上唯一能认可的 说这个角色演的不错 说黄晓明为什么拍中国合伙人 他标准是什么 是因为说是陈可欣好导演 这边又邓超同大为好的合作者 也不是 他为啥呢 这歌跟当年 他闹的一个笑话有关 就08年北教案会唱歌 里边唱到什么 同一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候 有一句英语 No title 完了黄晓明唱成No title 就是他发音不标准 这当初闹了很大笑话 很多人一提黄晓明 No title 就笑话他 所以黄晓明当时拍着电影里头 有大段的英语台词 你比方说跟美国人谈判 硬在这背影 他本身就演一个 大学里的英语老师 就是他这里头有大段英语台词 按照一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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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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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大伙一看黄晓明英语现在练得不错 真挺好 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歌手让他掰了 这段戏里的黄晓明不哭 邓超跟同大为苦 且我黄晓明现场哭得稀里哗啦 指都指不住 陈可欣说你怎么的 这没有你哭你怎么哭呢 黄晓明说我哭啊是我心里头高兴 咋高兴呢 我背这么大段英语台词 你看看你看看 我终于完成了说英语的逆袭 我倒太套的低估里走出来了 说我拍中国合伙人就目的证明 我是能说好英语的 这是个标准吗 也不是个标准 所以就是黄晓明在演什么样的片子 我为什么选择他 这个标准是游离的 有时候甚至跟艺术没有关系 那么你如此游离 观众自然就觉得呀 你参演片子随意性太大 我根本没法把握你 谁知道你今天也啥 明天也啥 你是为什么 这里头怎么回事 所以黄晓明演的很多片子 正因为这个标准坚持不住 有的时候是没有标准 所以很多人对他不信任 就你演的片子 我看不怎么地 所以有你主角啊 我看不看我得听听别人说 结果一说口碑很长 不去了 就是他没有坚守住 这种艺术水准 甚至都没有什么标准 那我们再反过看 黄晓明 他的标签是什么呢 你说黄晓明演什么角色 很多人想大帅 都是黄晓明真帅 确实帅 可这个帅 在他电影里头 也没有完全坚守住 你看他这个标签画的东西 我们一对比 你发现很明显 你前面 你比方说他演这个 何以生肖默 何以生肖默里头呢 是一个类似霸道总裁那种啊 既霸道又痴情 那个形象 就算我们一辈子互相折磨 我都不会放过你 家门钥匙 车钥匙 银行卡 可是银行卡我不用 银行卡我自己 我不想结婚 第一天就因为这点小事跟你争执 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去广州出差 你自己搬过来 中国合伙人里呢 他又是个屌丝 逆袭的形象 我想请问您 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攻势呢 有吗 至少我不知道 那我个人的经验是 当你意识到失败 只是弯路 你就已经走在了成功的直道上 在这个大上海里头呢 他演那个 就多岳生的原型啊 以多岳生为原型的 很霸气的黑社会老大 你再一转到大上玄奘里 一根筋的一个游走僧人 佛法并无高级之分 所谓大乘小乘 无非是求佛的姻缘及方便 就是这方面 跳来跳去 不同的片子就不同的样 你说黄远明 我们现在想 他电影形象应该是什么呢 他的气质是什么呢 没有 你想不出来 演得太杂 所以说这个标签 和这个标准 同样是票房号召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而我们在标签和标准 这两方麦卡 黄小明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所以他的票房号召力不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